這個照片可能威脅到哈佛太空望遠鏡 美國穿梭機發現號 亦都因為今次事件挑災蘋果會不會如期升空 涉及的美國通訊衛星是1997年升空 而俄羅斯的通訊衛星制的航空收容發射 5支10年前已經失效 美國頭總署會記者相撞原因 1997年雖然發射全球第一個人造衛星 並一起轉 breve